不過嚴峰都已經不當 臺北市長多久了 選完以後說什麼 沈慶晶約他去逃租引員 和亞斯汶約會要慰勞我一下 我沒選上嗎 這個說得過去嗎 那兩個人關係到底有多好 沈慶晶沒去慰勞國民黨的落選人 去慰勞你 那另外這個今天的柯文哲 看起來還蠻有信心 我非常坦蕩 你們這個執政黨 跟我說清楚用什麼證據 這個來搜索我 而且現在這個還被爆料 印曉薇去這個入罵都委會的公務員 結果柯文哲不是跟印曉薇抗議 而是反過來幫印曉薇去罵他底下的人 對 你們來跟我說清楚 為什麼反對這個 這個要擴大這個放寬容機率 反對是正常的呀 所以你怎麼看今天檢調出手的原因 我覺得柯文哲跟民眾黨 已經慌了手腳 慌了 為什麼我這樣講 你看他一方面出來 他講得很大聲 他說檢調要告訴大家 為什麼可以來搜索我們家對不對 結果民眾黨後來又發聲明說 請你們堅持遵守偵查不公開的原則 你又要人家說明說為什麼要去搜索 然後你又說要偵查不公開 那到底什麼才是你們民眾黨要的 所以你說他是不是慌了手腳 完全邏輯死亡 這是第一個重點 那其實今天檢調 會不會羈押柯文哲 就是三個重點 第一個叫做串政 第二個叫做滅政 第三個叫做逃亡 所以剛剛有討論說 第一個 柯文哲跟他老婆陳佩琪 到底有沒有偷偷買機票 想要去美國 那現在檢調單位其實也有發一個聲明出來 他說不變評論 不變評論 不是說沒這回事 對他沒有說沒這一回事 他只有講說不變評論 那這個當然就會給大家有一個想像的空間 那到底有或者是沒有 我認為之後還是會知道答案的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個部分 我們講說篡政的部分 就是說審慶經發的那個聲明 很明顯就是在空中 曾柯文哲篡政 他那個聲明就只有一個重點叫做什麼 我沒有送紅包 柯文哲也沒有跟我要紅包 這個是什麼 對價關係 金流 只要我不承認 你就千萬不要承認 這個就是這個聲明稿最重要的 所以為什麼後來剪掉 腳手這麼快對不對 都沒有要讓媒體休息 你給我改發聲明 給我空中串陣 對 然後就趕快 你看印曉薇 也試圖的想要闖關嘛 從桃園又跑到台中清泉鋼去嘛 我想說你是以為是可以搭軍機還是怎麼樣 所以 所以馬上就把他具體倒案了嘛對不對 所以就是逼著我們檢調同仁 檢調這些單位 他們馬上就要加緊腳步 那再講到 剛剛就是這個滅政的部分 今天早上 檢調去到柯文哲家按電鈴 一個小時 都沒有開門 電話也不接 也不接 講說關機 那請問你這一個小時裡面 你們夫妻兩個在做什麼 有沒有可能合理懷疑說 你是把你電腦裡面的一些關鍵的資料 趕快把它刪掉嗎 還是說因為他們住大樓他是不可能燒錢 因為錢是一定會飄出味道嘛 所以這是不太可能啦 所以這現在柯文哲 其實我今天看他出來的那個講法 很多人其實網路上面有說 沒有看過那麼囂張的被告 那麼囂張的被告 我想他應該是沒有看到高宏安的例子 大家在講說高宏安一開始也是什麼 我在捍衛我的清白啊 你們檢調單位亂七八糟嘛 對不對 你們這些都是什麼司法迫害的概念 他是塑造出這樣的一個社會氛圍嘛 其實檢調單位早就已經知道 你到底要演什麼戲了啦 所以我就覺得說 他都沒有看到高宏安 而且整個民眾黨 我覺得好像法盲一樣你知道嗎 他是不知道在瞎挺柯文哲什麼 柯文哲之前買商辦 你們全部都不知道 我爆出來了之後 你們才嚇一跳 包含說本來要從個人辦公室 變成立法院辦公室 問了他們民眾黨的發行立委 他們也很多人都說他們不知道 對 然後今天說 我要捍衛柯文哲清白怎麼捍衛 對 你要捍衛什麼 對 如果真的 我說說如果假設真的 柯文哲後續被查出所謂的不當金流 不當的資金的時候 你民眾黨是要跟著柯文哲一起陪葬嗎 所以我覺得你們不要法盲 應該是要辨別是非 那還有一個重點 大家也在關心說 那你接下來 檢調還有可能去約尋誰 我告訴大家 有一個關鍵的人叫做黃珊珊 因為黃珊珊 他從2019年 現在柯文哲的這幾大案 五大案 北思科也好 金華城也好 2019年開始 黃珊珊就是副市長的身份了 對 他就是我們議會的總聯絡人 他不可能不知道 而且我就在這邊問黃珊珊一句話 你從二零一九年到目前為止 包含你選市長 包含柯文哲選總統的時候 你是他的競選總幹事 你有沒有直接或者是間接 來收受威京集團 或者是沈慶金先生的資金 我覺得這個部分 黃珊珊也應該要對外界說清楚 而且尤其是三次便當會 彭震生沒去 黃珊珊都有去 對 他是一個很關鍵的角色 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我剛剛有講到 他是總聯絡人 我們今天議員 不管是便當會 或者是協調會 尤其是便當會 我相信他都知道 因為他會把這些局處一起找過來 跟市長跟副市長一起開會 而且過去與黃珊珊跟沈慶金 他們的交情一定是非常熟悉的 那現在有傳言 黃珊珊簽的線嘛 那為什麼你明明知道 之前沈慶金他們就已經去拜會 過彭震生跟黃錦茂了 他們是沒有同意的 在當年二月份的時候 他們不同意 那為什麼到了三月份便當會之後 就有了所謂的鳳下交 這樣子的一個內簽的公文出來 那到底是誰授權的 然後第二點今天也有提到說 柯文哲透過秘書來質問嘛 對不對 那我們又要問這個秘書是誰 那這個秘書現在還有沒有在民眾黨裡面擔任要職 我覺得這個一切都應該要說清楚啊 為什麼你今天面對其他的選服案 陳情案你都可以 就是好像一副沒自己的事 唯獨獨厚審慶金 然後你可以去這個桃珠影員跟他在招待所裡面吃飯唱歌作樂 而且如果不只一次你為什麼要講只有一次你在隱瞞什麼 對這個就跟他的偷偷買商辦一樣要說謊嘛 那你到底在隱瞞什麼 而且你過去跟審慶金之間的交集 而且當應小微每一次在金華城案關鍵時刻之前 他一定都會開協調會跟便當會 那如果跟官員講不成的時候 他就跑去跟你柯文哲談 那如果是這樣柯文哲 你又在會議裡面答應了什麼 我覺得這些細節因為現在檢調都會把所有的證人所說的內容 把他全部收網串在一起找出脈絡嘛 那你就要看柯文哲有沒有辦法去解釋這一切他口中的合法